位在花蓮市中原国小内的吉宝干部落文化聚会所 去年9月动工目前进度超前 如果不受天后影响施工顺利 最快在今年3月就可以完工 13号上午花蓮市长魏佳贤在建设客长徐国称的陪同下 前往了从去年9月开始动工 设在中原国小内的吉宝干部落文化聚会所 关切目前的施工情形 而建造单位及承包厂商 也向市长等人进行说明聚会所整体的施工进度 即已完成工项 那我们这个今天来看的是吉宝干的部落聚会所 其实这个部落聚会所是我们花蓮县 在花蓮市里面第一个跟我们学校来做相关结合的一个部落聚会所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跟学校部落来做了三方的相关的一个沟通 那也达成了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主要是希望新的一个部落聚会所 除了外观可以跟学校的一个建筑物来做融合之外 更有部落的意向跟特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落聚会所 那到今天为止 进度是超前的 那也是超前到百分之二十几的一个进度以上 达到百分之八十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部落聚会所完成以后 当然有配合到学校 也有配合到部落的一个使用方式 未来可以达成一个共荣共存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部落聚会所的典范 吉保干部落与根努夷部落的文化聚会所是花蓮威尔设在校园与学生及社区民众共用的公共空间 而中原国校校长干人贤也特别关切这项工程 就是这个部落聚会所其实平常就可以作为我们孩子的风雨球场 那另外基于学校社区化 那我们在部落平常来使用作为他们的活动一个场所 其实跟我们的活动时间是不干扰的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在这个地方 可以学习到部落的一些文化 那我们非常认同这个理念 所以在前年我们就很快的就决定要跟施工所来合作 那接下来我们大概会跟部落这边来做一个比较仔细的讨论 就是在使用上还有一些细节 我们吉保干部落来讨论看看 比如说像场地的清洁 那最重要其实大概就是在这个部分 那我们也其实跟部落已经有一些初步的共识 吉保干部落文化聚会所建筑面积为431.26平方公尺 高8.6米的开放式空间 场地内将会画色标线与设置球类运动器材 让中原国小的孩子除了有新的运动空间 更能学习多元族群文化的共荣共存 记者徐立琴华林市报导